他下转发视频的人是一名叫康纳的国际特工 2017年8月 他奉命去调查一家名为鲁蒙的意大利公司 国际情报组织怀疑这家公司 在搞介于科学与神秘学之间的邪恶实验 康纳接到上级命令 让他今晚就潜到鲁蒙公司内部 侦查并拍下大楼的内部构造 为后续的调查做准备 因为是跨国行动 他们还没有拿到授权 所以此次行动他不能携带枪支 晚上10点左右 康纳通过地下室绕过大厅 来到了空无一人的楼梯间 楼上不时传来奇怪的响声 康纳一路想上来到了三楼 他发现有扇门开着 里面似乎没人 于是他轻轻地拉开门走了进去 针对门口的墙上 用铁帘挂着一幅诡异的话 他转身来到屋内 这间屋子看起来更像民宅 桌子上点着蜡烛 盘子里既然还残留着没有吃完的生肉 康纳不敢多想继续往里走 在走廊的尽头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蒙把手被一块铁板挡着 上面有一个密码锁 但键盘上没有数字 周围还有很多血迹 旁边的厨房更加奇怪 案板上放着一块没有切完的生肉 灶台上锅里都是血 旁边的冰箱里也全部都是生肉块 他无法确定这些都是生肉 但这里绝对发生过难以想象的怪事 他再次回到走廊 走廊里有两个上着锁的房间 另一端的尽头是一个卧室 床上有一些散落的血迹 他环视了一圈 发现床边的书桌上 有他打开的笔记本电脑 他急忙上前去查看 电脑似乎在用心某种程序 他随着按了几下键盘 上面出现了一些线条 看似是一个房屋的平面图 就在康那想进一步研究时 键监突然传了马桶冲水的声音 这把他吓了一跳 他急忙回到走廊想出去 没走几步就发现 键监在不停地往外流水 他对着键监喊了两声 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于是他一脚踹开了 进去后发现里面到处都是血迹 但诡异的是里面根本没有人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释 他发现马桶在想外渗水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马桶盖 里面的物体让他倾出了一声冷汗 一个男子的头颅 面朝上直勾勾地看着他 他急忙关掉马桶盖就往外走 并用对讲机大声呼叫总部 说这里发生了命案请求支援 但是对讲机里没有任何回应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突然听到卧室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似乎还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急忙来到卧室 发现电脑屏幕上不停地闪着红色 一个女人焦急地叫着他 康纳一脸懵逼大声质问他是谁 女人说自己叫桑德拉 她说自己没有时间解释了 她让康纳集中精力 认真听完接下来她说的所有话 否则他们都会死在这里 康纳早已察觉到了危险 听到这儿她告诉桑德拉 她说自己没有授权 什么都做不了 不过她会马上出去叫救人 说着她去向门口走去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她刚走到门口 一下女人突然绑住了她的去路 她咒骂着再次呼叫了总部 但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这时卧室再次传来了桑德拉的声音 她说安全系统一旦启动 你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房间 康纳听完一头雾水 桑德拉不给她任何思考的时间 她说如果你想活下去 就赶紧去走廊的尽头 找到那扇代密码锁的门 到时候我会用对讲机告诉你怎么打开它 再晚就来不及了 听到这儿康纳也没别的办法 只好小心翼的向走廊走去 然而她刚出卧室没多久 就发现走廊中间有扇门被打开了 似乎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出来了 她前往又回到了卧室 跑到床边躲了起来 刚冬下没多久 一个带着诡异面具的老头 慢悠悠地向卧室走来 这时桑德拉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对讲机里 她非常紧张用颤抖的声音警告康纳 让她千万别说话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她说你眼前看到的人并不是人类 她被称之为一级附生者 目前她看不到你 不过一旦你发出声音 她会瞬间把你刺得粉碎 此时康纳的思维已经完全陷入了混乱 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桑德拉 不过怪物似乎真的没有发现她 等怪物离开后 康纳急忙走出了卧室 然后快速地进入了怪物出来的房间 直觉告诉她这里应该能找到出口 但进去后她彻底崩溃了 这里跟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里面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 到处都是幽黑狭小的走廊 无数个房间分布在走廊两侧 黑暗中的走廊还时不时地传来开门和关门的声 然而更加恐怖的是 每个房间内都好像有数不清的人 在里面疯狂地念着咒语 密密麻麻的声音此起彼伏 看来此时终于相信了桑德拉的话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超出了她的认知 于是她用对讲机尝试联系桑德拉 但是对方的信号时有时无 看来也像她只能靠自己 走了很久她终于发现 有一个房间的门似乎可以打开 于是她便轻轻地推开了那扇门 然而打开门的一刹那 她整个人的精神彻底崩溃 两眼绝望地傻在了那里 康纳打开门的一瞬间 只见无数具被剥了皮的尸体 眼睛的位置插着两根管子 管子连接在一个神秘的仪器上 整个屋内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尸体 康纳不敢多看急忙关上了门 她继续在黑暗中摸索着出口 就在这时对讲机突然有信号了 桑德拉终于再次联系上了她 当她得知康纳进入了那个怪物的房间后 整个人再次陷入了绝望 她告诉康纳这里是废弃的实验区 关押着最危险的灵体和恶魔 桑德拉害怕再次失去信号 随即放弃了解释 她告诉康纳千万别待在黑暗里 每个入口的墙边都有开关 让她赶紧把灯打开 这样灵体的能量就会变弱 然后她和康纳赶紧原目返回 回到房间去打开那个带密码的门 那里有部电梯 从电梯下去到地下室就能找到她 只有救出她 她才能带康纳安全离开这里 桑德拉刚说到这 康纳突然觉得身上很痛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靠近她 桑德拉让她赶紧走 就在这时灯光接近暗了下来 一个黑影突然闪现在走廊镜头 康纳来不及多想 开始慢慢往后退 这是一个面色苍白的诡异 突然心情飘来 然后诡异的是 就在鬼影转身的瞬间 房梦突然出现在眼前 康纳慢慢上前打开了 她再次回到了房间的走了 对面还是那个熟悉的洗手间 就在这时信号再次出现 桑德拉憔悴的声音 从对讲机里传来 她告诉康纳情况越来越糟 她刚才被袭击受了重伤 如果她死了 康纳永远都不可能走出这里 她让康纳赶紧去打开密码锁 来地下室救她 然后等康纳来到那扇蒙前才发现 密码锁已经被破坏了 她将眼前的情影告诉桑德拉后 桑德拉说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 一旦这样做 他们就只有一次机会 她说卧室的书桌下的抽屉里 有一把手枪 这扇蒙有自毁装置 用手枪可以直接引爆她 但如果这样做了 爆炸声会唤醒更多的怪物 她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冲进电梯 否则那些怪物会杀死她 侵染她的身体 就在桑德拉说话的同时 康纳已经找到了手枪 她再次来到那闪蒙前 瞄准后直接开了 一旦巨大的爆发声后 轮被炸开了 她快速穿了过去 没走多远就看到了电梯 她急忙打开电梯钻了进去 刚进去电梯的门就关上了 里面没有一个按钮 但是电梯却一直不停地往下降 不知道过了多久 电梯终于停了下来 门打开后又是狭小的走廊 两边变成了无数个 更加结实的铁蒙 远处还不时传来各种恐怖的叫声 康纳举着枪一边往前 走一边小声叫着桑德拉 走到一个拐角处 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凄惨的叫声 桑德拉说有个修女袭击了她 她告诉了康纳自己的位置 让她赶紧来救她 康纳便定便向走廊伸出走去 没走多远 事后突然传来了桑德拉凄凉的哭声 她刚回头 一个满脸流着黑色液体的修女 突然从天下降 似乎在到处找她 康纳被吓得一动都不敢动 看来这就是刚袭击桑德拉的修女 还好修女并没有发现她 向另一边爬去 康纳犹豫了一下 举起枪便跟了上去 她刚转身 修女便停了下来 然后慢慢地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直接向她扑了过 康纳急忙举起枪 发现将抢壳后 她下意识地用手电筒 刺向了她的眼睛 被强光照到的修女 突然转身向黑暗中逃出 等她再次曾向康纳时 康纳已经凶往了枪 两身枪响后 修女化成了一滩浓水 倒在了她面前 然而正在这时 身后又传来了更加恐怖的叫声 康纳只好继续往前走 她送着桑德拉的指引 终于找到了一排点着蜡烛的暗道 但此时的康纳却犹豫了起来 因为这个恐怖的夜晚 已经彻底颠覆了她对世界的认知 她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信任 她甚至觉得自己被拍到这 都是事先被安排好的 因为当她进入这栋大楼后 总部就跟她彻底失去了联系 只有这个叫桑德拉的女人 指引着她一点一点的来到了这里 她完全不知道她是谁 但如果没有她的指引 她很有可能早就死了 想到这 她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桑德拉似乎察觉到了她的犹豫 在对讲机里不停的催促着她 告诉她前面应该怎么走 往哪里管 等等 康纳突然察觉到哪里不对 但为时一晚 桑德拉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 但这次声音并不是从对讲机里传来的 桑德拉似乎就在她面前 声音结束 此片是由拍摄地狱旅店和嗜血战成的公司 死灵风暴制作的 死灵风暴是一家纯粹的B级片公司 本片也有不少血腥暴力的镜头 但就是纯粹的血腥 对故事和剧情推动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整体氛围营造的其实还不错 模拟游戏视角的创意是本片最大的亮点 相比常规伪纪录片把人晃到兔的拍摄方式 游戏视角更接近眼镜的真实所见 纯粹感也比较强 但不得不说结尾说得太随意 估计导演是实在编不下去了 其实桑德拉这条线如果能深挖一下 结局可以做出至少两层翻转 但是很明显本片大部分预算都用来买番茄酱了 最后那个突然蹦出来的惊吓镜头 应该是导演在谨慎的预算中 能拿出来的最大诚意了 最后感谢你能看到这 喜欢的话点个赞关注一下再走 我是皮肤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